定时器的话,我们前面也说的,它是属于这个,属于什么,部分里面的是吧,属于浏览器的一些行为,是吧,我们是调用浏览器的一些行为来帮我们做事情,啊,定时器它可以干嘛呢,就是说它可以间隔一段时间,帮我们去什么,调函数,调用一个函数,啊,这么做的是吧,比如说间隔一个时间,然后帮我们调一个函数,啊,这个函数的话是什么呢,可以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啊,那么定时器可以干嘛呢,首先是什么呢,它可以什么, 制作动画,是吧,制作动画,啊,好,然后还可以做什么呢,这个一步操作,一步操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可以让这个什么呢,操作等一下再执行,啊,就是等一会再执行,这叫一步操作,是吧,等一会再执行,啊,那么的话,还有第三点的话是函数缓冲与节流,啊,这个的话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后面会做一个什么整屏滚动的一个例子,啊,会用到这个定时器的, 啊,就是这个第三点,我们在后面会讲到,啊,那么先来看这两个定时器的用法,是吧,看一下它怎么制作动画,以及什么呢,这个一步操作,啊,好, 那么定时器的话,啊,我们在这个GS里面,定时器有两种,啊,一种定时器是什么呢,就是只执行一次的定时器,啊,叫setTime,是吧,out, 然后还有一个是反复执行的定时器,叫什么呢,叫setInterval,啊,这两个定时器,啊,好,来我们来用一下它,是吧,好,那么定时器的话是什么呢,它是什么呢,按照一定时间的调函数,是吧,好,来看一下啊, 013,然后就是定时器,好,来写一下这个,然后的话,这是定时器的话,什么呢,可以隔一段时间来掉函数,是吧,所以说我们可以先定一个函数,啊, 比如说来一个function,啊,定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话是,比如说它就是,myalert吧,myalert,啊,这样一个函数,是吧, 好,这个函数要干嘛呢,它是,它是要弹出一个什么呢,比如说,弹出一个hello world,是吧,弹出这样一个东西,啊,hello, hello world,是吧,好,这样一个,啊,好,这个函数定好了,是吧,好,定好之后,如果,如果说我直接执行它,是吧,它是马上执行的, 是吧,myalert,啊,它就会马上执行,啊,好,我想怎么样呢,它等一会儿再执行,这样呢,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呢,就可以用到这个定时器,啊, 定时器的话,那么第一种定时器,是吧,就是执行一次的定时器,啊,是,执行,执行,啊,一次的定时器,啊,好,那么怎么写呢, 就是写一个什么呢,这个settimeout,是吧,settimeout,好,settimeout,然后这个的话,它后面会跟两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就是这个函数名称,啊,函数名称,比如说哪一个什么呢,myalert吧,是吧,好,后面跟一个什么呢,跟一个时间,啊,跟一个时间,啊,好, 啊,这个时间的话是什么呢,它是什么,毫秒,而且什么呢,是没有单位的,啊,记得不给单位,啊,不像我们的那个动画里面是不是给单位,啊, 它这个是不给单位的,啊,比如说我给个两千,啊,两千,就是两秒钟,啊,两千毫秒,啊,两千毫秒,啊,两千毫秒,好, 参数是什么呢,函数名,啊,函数名称,啊,函数名,啊,或者是什么呢,或者还可以直接写成匿名函数,啊,或者是匿名函数,啊, 那等一会我们演示一下匿名函数,啊,或者是匿名函数,啊,好,第二个参数,啊,第二个参数, 参数,参数,啊,是时间,啊,时间,啊,然后是, 单位是毫秒,啊,单位,单位是什么呢,毫秒,是吧,毫秒,啊, 呃,单位,单位不写,啊,就是不写单位,啊,不写单位,啊,不写单位,这样子,是吧,不写单位,啊, 就直接写两千,然后它就认为两千毫秒,是吧,好,这么写完,这么来看一下,啊, 好,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吧,好,好,等个两秒钟,是吧,是不是弹出来啊, 是吧,好,我再刷新一下啊,刷新,然后是一,二,弹,是吧, 是不是两秒钟啊,啊,两秒钟再弹,是吧,啊,这样子,是吧, 好,这是什么,就是只执行一次的啊,好,如果说这么呢,这个什么呢, 这个定时器什么呢,它是只执行一次的定时器,啊,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 它可以关闭定时器,啊,关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针对它, 那么关闭是什么呢,就是clear timeout,啊,就是关闭它,啊, 关闭定时器,啊,好,比如说我要关闭它,是吧,关闭这个定时器,啊, 好,关闭定时器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写呢,就是我们需要这个定时器有一个名称,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定时器什么呢,把它这个定义的时候复制给一个变量,啊, 复制给一个变量之后,那么这个时候相当于这个定时器和这个变量进行关联的啊, 关的时候直接clear timeout,相当于这个名称,啊,这样子写啊,好, 那么怎么写呢,就是说这个是直接开一个定时器,可以这么开,啊, 如果想关的话怎么样呢,把它命名为,给它一个,把它复制给一个变量,啊, 比如说挖一个什么呢,timer,是吧,timer什么,01,是吧,就是等于它, 就是让把它什么呢,复制给一个变量,啊,好,你复制给变量这里有没有用, 这个起比作用呢,这个仍然起作用,啊,但是的话,它可以什么呢, 跟一个变量进行关联,啊,好,这么,这么写,然后看一下,是吧, 仍然是什么呢,先等两秒钟,然后怎么样,弹出一个hello world吧, 弹出一个hello world,啊,好,如果想关它是什么关呢,就是, 一样的啊,就是写成什么呢,clear timeout,是吧,cleer timeout, 然后把这个名称放到里面去,是吧,cleer timer01,啊, 这样关它,啊,关闭定时器,啊,这个是关闭定时器,啊, 这个是关闭,关闭什么呢,只,执行,执行一次,是吧, 一次的,一次的定时器,啊, 好,执行一次的定时器,好,再看一下,啊, 如果写上这句的时候怎么样,是吧,看一下,啊, 好,我来刷新一下,是吧,刷新一下,啊, 好,刷新了之后,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么永远不会弹出来了, 是吧,是没有弹出来啊,啊,没弹出来是什么回事呢, 在这个两秒钟之内,在它没弹出来之前, 已经把它给关了,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它就永远不会弹出来了,是吧,啊,不会弹出来, 好,这是关于这个,啊,这是只执行一次的定时器,啊, 好,那么接着的话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反复执行的定时器,啊, 这个只执行一次的话是什么呢,是做不了动画的,是吧, 它只做一次嘛,反复执行的话就是隔多两秒钟就去掉函数,啊, 再隔多两秒钟再去掉函数,啊, 这个时候可以做动画,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假如说我在定义另外一个定时器,是吧, 什么,挖一个什么呢,比如说Timer,Timer02,啊, 好,我这么定义的话是为了什么呢,关闭它,是吧, 关闭它,啊,比如说再拿一个什么呢, 它这个什么呢,这个是反复执行的是这么写的,啊, setinterv,是吧,interv,啊, 这个是反复执行的定时器,啊, 比如说我也让它来一个myalert,是吧, 也掉用这个函数,然后的话, 假如说一秒钟掉用一次,是吧, 那么就是一千毫秒吧,一千毫秒,啊, 好,好,这个,这个定义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啊,好,假如说我把这个注掉,啊, 这个注掉,我现在用这个,是吧, 用这个反复执行的定时器,是这样的啊, 反复执行的定时器,啊,好, 这个时候我来运行一下,啊, 好,运行之后那么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啊,好,弹个hello world吧, 好,再等一秒钟,是不是又弹了,啊, 好,再等一秒,是吧,是不是又弹了,啊, 这个没有没了,是吧,它一直在弹,啊, 反正每次都是,这个是给,给什么, 把浏览器一个指令,啊,就是一秒钟,什么呢, 你去执行一下那个函数,是吧, 那做这件事情啊, 好,这个是关于这个,是吧, 这个取位吧,这个页面关了,啊, 要不然它就一直的做这件事情,啊, 好,这是反复执行的定时器,啊, 反复执行的定时器,啊,那么关闭它也一样, 也是什么呢,这个是这么写的,是吧, 那么clear,啊,interver,啊,clearinterver, 然后是这个什么呢,timer,是吧, timer02,啊,timer02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它关掉,啊, 这个是, 这是这个是反复执行的定时器,啊, 反复执行的定时器,啊, 好,这是关闭反复执行的定时器,啊, 好,这个是关闭,啊, 关闭反复执行的定时器,啊, 定时器,好, 好,如果关闭之后怎么样呢,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再来运行一下,是吧, 好,再来运行一下之后怎么样, 它应该是没效果的吧,是吧, 在一秒钟之间它肯定, 马上就把它关了,是吧, 比如说一秒之后它就弹不出来了,啊, 已经关掉了,啊,好, 这是关于这两个定时器,啊, 那么用法是这样子的,是吧, 用法是这样子,啊,好, 好,如果说的话, 那么再写一下吧, 如果说这个定时器怎么呢, 就是,啊, 这个定时器, 这个函数只为了它做这件事情, 是吧, 那么我刚才也说了, 这个地方除了函数名之外怎么样, 还可以写什么, 写这个匿名函数, 是吧, 那么怎么写呢, 那么可以这么写, 是吧, 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整体把它拷过去代替这个, 是不是就可以了, 啊,好, 怎么写啊, 我来变形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的话, 是吧, 好, time02, 是吧, 好, 等于这个什么, setinterval, 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话怎么样呢, 就不写这个函数名了, 是吧, 放个匿名函数也可以, 是吧, 那么匿名函数是方形吧, 然后是小括号, 花括号吧, 是吧, 这个把它什么呢, 代替成这个匿名函数, 是这样的啊, 匿名函数, 然后这个, 逗号什么, 一千吧, 是吧, 那么这个什么呢, 就代替成这个也行, 是吧, 然后的话, 把这个花括号敲开, 在里面写你的东西, 是吧, 写你要干嘛, 是吧, 就是这个吧, 是吧, 是不是这样也行呢, 这样也行啊, 这样也可以, 一样的啊, 好, 这是另外一种写法, 是吧, 好, 就是, 改成, 改成下面, 下面匿名函数的写法啊, 匿名函数的写法啊, 写成这样子的啊, 好, 这样子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可不可以, 是吧, 把这个注掉, 是吧, 注掉啊, 注掉之后, 那么, 再来运行一下它啊, 好, 运行它也是一样的, 是吧, 那么一秒钟谈一下吧, 是吧, 好, 再来一秒钟啊, 又谈一下啊, 好, 再来一秒钟, 然后怎么样, 又谈一下吧, 好, 这是没问题的啊, 好, 就是两种写法吧, 是吧, 你可以写函数名, 或者是写什么呢, 写这个匿名函数啊, 看你的这个什么, 看你的这个方便啊, 哪个方便用哪个啊, 好, 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呢, 这个定时系有什么应用, 是吧, 实际上运用了很多啊, 应用很多, 比如说我们可以什么, 这件呢, 几个例子就可以什么, 做动画, 是吧, 比如说做一个移动的动画,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移动动画是干嘛呢, 就是, 呃, 我们什么, 通过定时系, 隔一段时间, 隔一段时间改变这个元素的一个, 定位值, 是不是就可以做动画了, 你在一段时间改变它的值, 在一段时间再改变它的值, 是吧, 这就会做动画了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好, 这是关于定时系的这个开合关啊, 开合关啊, 好, 我们来接合这个例子, 大家念一下啊, 比如说再来一下, 比如说这个, 014啊, 这个是定时系动画啊, 定时系动画, 保存一下啊, 好, 这个是, 那么地子系动画的话, 它肯定是操作这个元素的是吧, 好, 假设我哪一个元素啊, 这个元素的话是这个, 呃, 警号DLV, DLV1啊, 再来一个DLV1是吧, 好, 给它一个class吧, class等于什么呢, box是吧, 好, 先我把这个box的话, 给它一点样式是吧, 给它一点样式啊, 比如说这个box的话是, 什么呢, box啊, 好的, 叫它的宽度是什么呢, 宽度是200, 200px啊, 好, 高度也是什么呢, 200px啊, 好, 背景色的话, 给它哪一个什么呢, go的啊, go的, 好, 那么我现在要让什么呢, 让这个盒子什么呢, 拿一个移动的动画是吧, 移动动画啊, 移动的动画的话, 那么我把它什么呢, 定位一下是不是可以啊, 定位一下啊, 好, 比如说它的什么呢, 它的left啊, 好, 哪一个定位啊, 定位哪一个position啊, position什么呢, absolut是吧, absolut的话, 那么它就相对于什么呢, body吧, 那是body啊, 好, 假如说上次left是什么呢, left是零啊, left0, 然后是top, top的话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100吧, 100px啊, 好, 这样呢, 一个什么呢, 这样一个盒子啊, 看一下啊, 好, 这样一个盒子是吧, 这样一个盒子啊, 好, 这样盒子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要做它移动动画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写件事是吧, 写件事啊, 好, 写件事的话, 那么首先的话, 一样的, 我先获取到它吧, 先获取它是吧, 获取它的话怎么样呢, 要写window on load吧, window, window on load, 等于一个什么, function吧, function啊, 首先的话, 我获取一下它是吧, 获取它就是什么, odiv是吧, 等于什么呢, document是吧, document, .getelement, 是吧, 然后是byid, 是吧,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dive吧, 是吧, dive啊, dive啊, 好, dive完了之后怎么样呢, 我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然后的话, 我现在是什么呢, 可以用d磁器改变它的left值吧, 改变left值, 这个值是不是就可以什么呢, 就什么, 它就不要动起来了, 是吧, 好, 比如说我改变它的left值啊, 比如说这个, 好, 我定一个什么呢, 初始变量嘛, 比如说这个, 呃, 这个left值啊, 比如说这个ileft啊, 好, ileft的什么呢, 等于零啊, 定一个初始的变量是零, 是吧, 好, 然后的话, 我开个定时器, 是吧, 开个定时器啊, 开定时器的话, 假如说我某一个地方, 我想关掉它,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可以什么, 先把这个定时器, 先给它取个名字, 是吧, 比如说, vah一个什么呢, 这个timer, 是吧, timer啊,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set, set interval啊, interval, 是这样的啊, set interval啊, 好, 这个里面的话, 第一个参数可以写什么呢, 可以写这个, 什么, 写这个匿名函数, 是吧, 也可以写函数吧, 是吧, 你可以在外面定义一个函数啊, 好, 我们先把它分开写吧, 分开写大家清楚一点啊, 好, 分开写, 那么function, 假如这个是什么, 这个函数是moving吧, moving啊, 这样一个函数啊, 好, 这个函数是干嘛呢, 这个函数干嘛呢, 那么是这样子的, 是吧, 他怎么样呢, 他指定他的时候怎么样, 他就把这个ileft怎么样, 加一下, 把这个ileft加一下, 加完之后怎么样, 把这个值再负给他的left, 是不是可以啊, 好, 怎么加呢, 比如说这个ileft, ileft, 然后是加等于什么, 假如说是一或者二, 是吧, 加个二吧, 是吧, 明白没有, 这个把它什么, 默认是零吧, 每次进来的时候怎么样, 让他加等于二, 是吧, 每次加个二, 好, 然后的话, 把他这个值呢, 负值给他的left, 是不是这样的, 是他的left, 那么就是什么呢, 这个odiv吧, odiv它的时代, 点什么呢, left吧,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ileft, 是吧, ileft, ileft是一个变量吧, 是吧, 是一个变量, 这是一个数值, 是吧, 是一个数啊, 我们要给left的, 信仰是给他一个什么, 带有px的字符串吧, 是吧, 应该是这样子的, 是吧, 所以还得加一个什么呢, px是不这样的, 这样负责给他就行了, 好, 好, 那么这么写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说怎么样呢, 我来运行一下这个moving, 给大家看一下, 好像说是100吧, 好, 我来跑一次这个moving, 是吧, 这个是我人为的调用吧, moving啊, 好, 人为调用的话,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我来刷新一下, 是吧, 他是跑了100啊, 跑了100啊, 这是人为的, 这是我自己调用的, 是吧, 自己调用啊, 好, 这个盒子是吧, 是不是stidileft的100啊, 好, 现在的话怎么样呢, 我就不认为调用它是这样的, 我就用这个setinterview来调用这个moving吧, 是吧, 好, 好, 怎么调用呢, 那么这个什么呢, 每次不要加这么多, 每次加个2是这样的, 加个2啊, 不要加这么多, 然后的话怎么呢, 把这个什么, 这是第一个参数是这个函数名吧, 函数名啊, 调用它moving是吧, 好, 第二个参数的话, 再拿一个什么呢, 多少, 时间调用一次, 是吧, 多少时间调用一次啊, 你不要说什么, 一秒钟调用一次, 是不是太慢了, 一秒钟调用一次太慢了, 是吧, 等一下, 然后动两相数, 等一下动两相数, 是不是很慢呢, 啊, 那么我们呢, 一般的, 这个动画如果做到这个比较什么, 比较连续, 比较细腻的话, 一般这个经验数据叫什么呢, 这个要什么, 30毫秒啊, 比较好, 30毫秒动一次啊, 比较好, 是吧, 好, 30毫秒啊, 好, 这个弄完之后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可以啊, 动了啊, 好, 这个来看一下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啊, 首先是什么呢, 首先是没有, 是吧, 首先是这样子的, 是吧, 首先是这样子的, 默认是这样子的啊, 好, 然后把这个打开啊, 好, 把这个打开之后, 再来看一下啊, 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啊, 那它是不是就动起来了, 是吧, 就动起来了啊, 好, 这是每次就给它加个二是吧, 每次给它加个二, 然后就动起来了啊, 这是简单的动画了啊, 好, 这个好像慢了一点,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纸调大一点是不是可以啊, 三看一下, 是吧,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就稍微快一点啊, 是吧, 稍微快一点啊, 好, 那么的话, 我想动到, 它动到这里的时候怎么样, 让它停是不是这样的啊, 停啊, 那么干脆我们把这个什么呢, 写的这个更加的什么, 这个, 呃, 有控制一点, 要不然它怎么样, 一直动吧, 看见没有, 它一直动啊, 一直动, 这是什么, 有横向滚动条的啊, 好, 这个时候我怎么做呢, 就是说我让它动到一定时候的话, 我把这个定时器是不是可以关了, 关了啊, 好, 关了之后我可以怎么样呢, 就是, 这么写啊, 这里是吧, 我可以判断这个什么, i left的吧, i left的每次是, 每次是增加啊, 每次增加啊, 好, 那么的话怎么样呢, 我, 我可以把它合并成一个吧, 先合并一个啊, 合并一个的话是这么合啊, 把这个过程把它演出, 演出出来啊, 比如说先把它合并成一下啊, 合并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这个啊, 把这个moving换成这个定义的过程吧, 是吧, 换成这个定义的过程啊, 把它复制过来, 是吧, 放到这里就行了, 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然后的话这个名称就不需要了吧, 不需要啊, 好, 不需要, 好, 那么的话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还是什么, 一直是什么, 一直的动吧, 好, 如何让它停呢, 就是我什么呢, 判断这个i left, 是吧, 如果它等于一个值的时候, 我就可以什么, 把这个关掉是不是可以啊, 关掉它啊, 那么怎么呢, 因为这个还是它每次要执行这几句, 是吧, 好, 那么啊, 一幅什么呢, 这个i left, 是吧, i left是什么, 这个是大于假设, 大于一个, 大于一个700的时候, 是那样的啊, 大于700啊, 然后我怎么做呢, 就让它什么呢, clear什么呢, clear interval, 是吧, clear interval,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拿一个什么, timer吧, timer啊, 是不是可以关掉它啊, 关掉它啊, 好, 好, 这个的话, 这个什么, 变化成这个啊, 大家要清楚啊, 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吧, 再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不是这个文件啊, 好, 这个, 我把哪个文件打开了, 我把这些都关掉吧, 好, 再来一下, 是吧, 好, 这个运动是吧, 运动到这个, 它每次都会计算这个值, 是吧, 每次都会看这个值啊, 这次倒影的时候, 是不是挺的, 挺的, 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动画啊, 就是我们这个函数里面, 是不是每到30毫秒, 它都会跑一遍呢, 这个东西是吧, 比如说这个先计算一下这个, 然后把它复制给它, 然后再判断一下, 这个是不是大于700, 是这样的, 大于700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清掉了, 清掉完之后, 然后这个整体就不止行了, 对吗, 好, 这是关于这个定时器的动画啊, 好,